他曾经扬言要用这个用腿踩着我 让我脸贴着地撕掉我身上的名牌 我觉得是吧 不让我觉得完全是天方夜谈 他简直是在白日做梦 所以如果他来的话 真的我放眼会很惨 第三届 眼瞅着娘娘都走到眼前了 邓队长还在强撑 只要他敢来我就撕碎他 不管是谁 我觉得很清楚 我们俩人用一款手机 就一下你也用这个手机 然后就在互相交流手机的功能 手机有的是很好的社交工具 也是一个很好的恋爱工具 剧组说你们俩是一对活宝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就是一种气场 就邓超到现在 他在一个地方待着 那个地方就会热起来 就他会有这样 有这样像电热毯的功能 我觉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俩人用一款手机 就一下你也用这个手机 我会用这个手机 然后就在互相交流手机的功能 然后就在互相交流手机的功能 手机有的是个是很好的社交工具 也是一个很好的恋爱工具 剧组说你们俩是一对活宝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就是一种气场 就是邓超到现在 他在一个地方待着 那个地方就会热起来 就他会有这样 有这样像电热毯的功能